3个中产党 今天讲的话题 我内心有点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一个网络媒体来说 这个话题你没可能不讲 因为这个简直是一个multiply effect 我给你一些数字 你知不知道讲完这个话题之后 有一些网络的节目 可以多人看到一个什么地步 这个梁思浩讲完这个 我可以叫做治安心事件 你猜有多少人看? 多少人看? 100万人看 不是吧? 老蕭讲这个治安心事件 你猜有多少人看? 又是100万人看 就算我这些无名小质 在其他网台 有六七万人看 这个已经是一个传闻现象 我觉得我们是无可能不讲的 即是如果不讲是虚张? 一来是虚张 二来就是传闻到一个什么地步 人们说 当然没有当年这个陈冠希事件 那么震撼 当然人们有全相体 和现在相差一点 但是那个影响是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陈冠希时期 那个娱乐圈还是很丰富 有很多事情 就是压落集集 现在香港的娱乐圈 没有人看的 突然间有一件事 所以那个集中的焦点 当然是跟当年是可以 即是在我的角度来说 相比得到 当然YouTube 或者我们说 网络的发展 是更加丰富 或者发达 我说了一件事 我就问周显大师 你怎样看 究竟这件事有多传闻呢? 是有个大学教授 当然都没有我身边 有很多大学教授 无端端 从来很少跟我说话 无端端很认真地问我 有个问题 我又不好意思问这些学生 不如问你 看看他人都知道 究竟什么叫老鼠庵呢? 为什么他会叫老鼠庵? 我真的不明白 竟然会有大学教授 会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全民现象 但还有一个我不记得说 但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一个网络发挂的生命通常是什么? 首先第一天发生 当然大家争取过 即是product life cycle 是的 接着隔了两天 就已经会有少少退缺 但你还可以刮到一些新的东西去说 现在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 或者播映这个时候 应该是一个多星期后 那就惨了 因为已经说到没什么好说 于是就会有很多乱作的故事 譬如又说 黄森泳喜欢追洗米华先 又说有不知道哪个DJ去 黄森泳家 任你说 完全没有成本 也不知道考证 看到这里 香港人会开始想作误 喂大哥 我不想再看 你还说 所以我觉得矛盾的地方就是这 首先 作为我们 常常都取笑别人的三个中产党 我觉得 我们去说一些 那么低档次期 实际上都很堕落 当然 我也是一个相当之堕落的人 但你一个金丝带 有锡有like 有view 我说明了 我相当之堕落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多堕落的人 但我一定是相当之堕落的人 但我都说明了 我都觉得这件事 都是非常之 不值得光彩 就是说些很羞恥 我反而觉得羞恥的地方 已经去到 如你所说 去到 product cycle 的尾 现在我先说 可能不是真的骗到 而是倒米 第二 就是根据你去说 有很多 全民的消息 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又知道 很多全民的消息 但问题是 我当然是有生的 去知道 你觉得你是更加贴近真相的来源 我应该很接近真相 是 根据我先说 让人比较多汁 我想大家都先听较多汁 就是有一个 问题是因为太多汁 分不了坚定辣 要强调 你那个是比较多汁 更加可惜 我不能这么说 但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的实力在哪里 就是一贯药 一贯药 就是落选港男梁愉行 年日来社交网 发文力撒王心明 说他背马明偷食人夫 许治安罪不治死 今天 Flo又有新鸟 继续爆撐王心明 暗指马国明和王心明 根本没有拍拖 所以不算背佬偷食 發了五集资料 他撑几次 应该都有一定的可信性 对不对 发几次就有可信性 即是他一定有够胆去撑 即是有够胆去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吃得对 我撑许治安 或者撑马国明 或者撑郑宋文 或者撑郑宋文 是谁留意的 我当然是反过来 撑个最多人插的 我才可以报答 OK 我觉得他这样 留着口风 我想他未必知道 是 为什么马国明 要做Cover 和他扮情侣 我觉得这个问题 才好 即是你觉得他根本 就不是拍拖 即是你相信他的说法 我当然是知道 OK 我都会相不相信 只不过就是说出来 为什么要Cover 为什么他们高层 又会暗示 这些东西 为什么马国明 又不太相信 那当然是有原因 但是他这个暗示的玄机 没有什么人感觉 这个故事又是第五者 第五者的意思是如何 之前有什么 他什么 追不到洗米华 我心想想 为什么洗米华和许治安 要抓住 OK 这样说好不好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男女关系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一个男一个女 如果你有条件 很多事件 或者那件事 没有发生过的事件 经常都有 有些儿子追求你 不知道有些什么 那些很平常 我也知道 因为我身边都认识 一些港女 周围都说 这个又追求我 那个又追求我 我心想 可能只是别人跟你聊你两句 调查一下 或者可能你去 那件事 在一个社交场合 周时都有 即是我们周时都有 你去发生一些这样的事件 你已经觉得别人追求你了 更加进一步 在这些妻子的心目中 就已经展开了暖情 或者是这样 或者是 周时都会有一些 叫做曖昧的状况 周时都会发生 即是不是一件好奇的事 但是 这个梁玉行 他这么肯定 这么说这件事 当然是事出有因 为什么他这么肯定 梁森玉行 其实真的有男朋友 但那个男朋友 就不是马明 当然是真正受害者 即是他说马国明 只是一个cover 马国明是一个cover 但为什么能够 动用马国明去做cover 但这个是洗米华 你肯定 我知道是谁 不是这样 你肯定不是洗米华 不是洗米华 即是很惨 无端端吃了四猫 是 一些非常有八猫的人士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是八卦 大家都是 愿者上吊 信不信由你 我看这件事 我也有想过 当现在都已经被人说到烂了 我们先说 还要不是立即出帮 可以明天出帮 明天出帮 明天出帮 已经坦动了 没所谓 我的想法是什么 究竟有什么值得说 我最先想到一件事 就是 我们常常在批评大陆人 玻璃心 又说什么叉叉 他们的文化水准低 你们看这件事 其实我们有什么分别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你会看到那些网络媒体 你常常都说 我们香港媒体就是高质素 那什么高质素 你又是把别人的 道定途说的新闻 砌砌砌 香港媒体是高质素 有很多人说 有很多人说 那些人说 那些人比大陆更高 我记得 香港媒体高质素 我觉得是肯定的 但问题是 我没有办法 虽然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说 但我也要拆开一个问题 想当年 《苹果日报》 去打台湾市场 去打台湾市场 大家和《一日传媒》 那时候台湾老人 他说 台湾人 是品味很高的 是绝对不会像香港传媒 那样去做那么多瘦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讲文化 讲什么 不会拜狗仔队 结果在一个月之后 《苹果日报》一周海 杀了全台湾 马上成为全台湾 我要讲 这些真是老实不是说法 想当年是这样 今时今日 你知不知 香港的媒体都是抄 你都是抄马来西亚和大陆 那些八卦的消息 然后就讲到似层层 我心想 你香港媒体堕落成这样 你作故事都自己作过 那些什么洗米画 那些什么 全部都是我最先在马来西亚的 娱乐新闻网看到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香港看到 第二件事是说什么 就是那种很有民粹的心态 或者那种很渴望明昏的心态 其实大陆有 香港都有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黄迪斯 他就立刻出来抽水 就说你看看马国明这些人 这么容忍 这么包容 他三世如果嫁给他 三生收到 我的感觉是什么 首先当然 大家都知道 陶军行说得很出名 气子无情 这个时候他说些什么 难道你真的会一百分之一百地相信 日后 马国明出了什么事 那就是兜巴掌摑到你 当然香港人记不记得 另外一件事 我想黄迪斯也不会真正喜欢马国明 我想那个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你说你多喜欢他 可能他知道马国明真是坏男人 你也不知道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媒介方 就是你一个神话破灭 你就要吹风另外一个神话 你知道吗 他是两三万人去赞他这个status 这个意义就是在于什么 其实跟大陆人 或者我说中国人 很喜欢一个明军心态一样 一个明军被打倒 我们就会看望另外一个明军出现 一个王子堕落了 我们就看望另外一个王子上位 这个其实跟小龙DNA 中国人的心态一样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很民粹的心态 就是这个王心泳 自从现在我们说出了这个丑闻 你看看网上 我觉得真的很疯狂 个个都要周围找 有哪个地方是有王心泳出现过 或者出过他的声音的 然后有些人就说 我们要疯狂投诉他 投诉到他没有这些工作为止 所以跟大陆有什么分别 大陆的分别就是 可能你支持台独 或者你反共 那你就会被大陆封杀 不是 大陆发生这些事情都会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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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生匪民大陆肯定不会封杀 极度丑恶的匪民 我同意 但是问题就是 你经常嘲笑大陆人玻璃心 你香港不是一样玻璃心 不过玻璃心就是 我们只限于偷食 偷食就是要封杀 所以我完全是很难理解 但是我会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你香港的偽能界 就是要跟道德挂勾 你觉得他不合理道德的生活标准 你就觉得他好像投共和支持台独一样 那么大罪 这个就是我们很感觉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大罪的投共和支持台独 就是大罪的 因为你如果投共和支持台独 我想香港可能都会有一半人支持 但是如果你是偷食 在香港我认为很少人 好像我的道德水平那么低限 就会不反对 只是很少人敢在口头上支持 当然也是我们香港社会的常态 好 说到这里 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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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